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iHub KC这两个月时间以来 就是我非常喜欢浸泡在祷告店里面 因为在祷告店里面我常常遇见主 神不断地关照我 让我看到自己内心里面的软弱 然后心思也不断被主调整 让我的心思能够不断地与神的话语来对齐 甚至有几次圣灵就是带我回到小时候 就是那受伤的地方 我看到在我最艰难 最无助 害怕的时候 耶稣在我身边 祂在陪伴着我 与我同在 然后耶稣也常常把祂的十字架的大爱 活化在我的面前 那我就是看到耶稣对我那种奋不顾身的爱 看到耶稣那一种对我舍命流血那种的爱 所以我的心就深深被主触动 我感觉到我真的是一个被神保爱的人 那我在祷告店里面 我发现自己的带导也被主提升了 因为I Hub KC 祷告店 就昼夜不停地为列国来呼求 为神的国度来带导 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 我神就把这个为中国 为以色列代祷的负担 换在我的心里面 每一次当我到台上去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充满我 每一次我到世界地图前面 去为中国 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 神就把负担 祷告的方向 祷告的话语赐下给我 所以在代祷当中 神很多的心意不断向我开启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 在祷告店里面做作业 因为神就会给我很多的启示和亮光 记得我在写启示录读书报告的时候 我就按照老师所教导的 就是除了七个象征以外 其他可以用字面来解释启示录 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启示录的时候 我非常兴奋 我很惊讶地发现 原来启示录并不是我原来所认为的那么难 其实启示录真的是很容易懂的 对 它是一部就是非常精彩的 末世善恶交战的一个计划书 就是在读的时候 就好像神就把末世的 整个发生的事情展现在我的面前 所以我非常兴奋 还有在我做作业的时候 圣灵就会让我回到就是过去神带领我走过的路程 就是让我看见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季节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神智慧精心的设计 神就是要带领我进入祂自己给我的命定和呼召里面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 圣灵就是不断地带你 让我就是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 然后也越来灵也越来越敏锐了 所以恳求圣灵继续地来关照我 更深地来得着我 让我能够更多可慕主 更深地来爱主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就是心里有感动 你觉得神有清楚的呼召和带领的话 你不要因为学会而放弃 因为我来到iHub KC之前 我也是为学会很担心 很焦急 很挣扎 但是当我跨出信心脚步的时候 耶和华以乐的神就为我充足地预备